一整排的聘書獎盃 都是勇和模範父親 許一雄對社會公益的貢獻 今年78歲 投入一宵工作超過20年 更是勇和一勇消防分隊 顧問團首任團長 就連三個兒子也深受老爸影響 加入一宵 為社會盡綿薄之力 20幾年前 我爸爸加入一宵的顧問團 顧問是以前都要出一些錢 讓一宵來買一些方備 還有支持他們 那後來我們三個兒子 就跟隨爸爸的腳步加入一宵 過了20幾年 連我的兩個小兒子也長大 他們也是參加一宵 那我最後一個小兒子 他現在大學剛畢業 我等他當兵回來 也是要叫他去加入一宵的大家庭 因為這是救人的一個好事情 要多做 許一雄爸爸勤儉持家非常重視子女教育 以身作則帶給兒女很大的啟發 與太太孩子感情融洽 三代同堂的生活相當快樂 身為大兒子 同時也是勇和保安力的許承陽里長 也留給父親最長期的告白 下輩子還要再當他們的兒子 這是最好的 我爸爸還有媽媽 他是全世界是對小孩子這種最寬容的心 在帶我們 把他們帶大 很感謝他們 爸爸是很刻苦耐勞 在維持這個家庭 這些兒子都帶得很好 而且家裡面的人大家都住在一起 都和樂融融 也感謝我們蕭四川里長 給他提報這個模範父親 謝謝公所還有市政府 給他這個榮耀 被推薦為今年的勇和模範父親 以及新北市籍模範父親代表 徐一雄爸爸很謙虛 能夠做好事是他的小小志向 徐爸爸一家人秉持奉獻的精神 回饋社會 從不間斷 模範父親 YA 中家新聞陳佳穎 永可報導 維持 總 維持 沙